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二百六十一集 我没干 一一战自今日起 开始三班轮换巡手 不管白天黑夜 没经过巡抚大人批准 任何人都不准离开 进入驿站 虎奔卫们精神很亢奋 因为罪魁祸首已经被缉拿 可以遇见 他们回京的日子不远了 南方真是个鬼地方啊 阴冷潮湿 夜里只手时 风吹进脖子里 会让人情不自禁的打哆嗦 虽然北方的寒冷 是南方的树北 可习惯北方生活的他们 完全无法适应南方的诗冷 虎奔卫大人真是神人哪 这才到云州几天 半巡左右 便破了这么一起大案 嘿 一点都不奇怪 咱们在京城时 就听说过他的大名 桑破案闹得沸沸扬扬 还不是被他给破了 是啊 这次回京城 恐怕又得成为风云人物 我们路上 虎奔卫们 予有荣烟 指手时 凑在一起平头论足 赞叹许大人 短暗如神 心思活络的 已经在思考 如何攀附许大人了 趁他还是铜锣室结交 将来这份香火情 许大人地位越高 越珍贵 不要求有多大的情意 只需要让对方记得名字 也就足够了 你得了吧你 像你这种 喜欢探小钱的人 许大人是不会喜欢的 告诉你们 许大人可是 极恶如仇的人 在京城时 因为不满上级七零女子 险些一刀斩杀上级 我呸 难道你这种喜欢 逛钩篮的人 许大人就会喜欢 正聊着呢 忽然看见一道人影 出现在驿站门口 什么人 指手的虎奔尉 揽住刀柄 沉声喝道 门口 站着银枪软甲 高马尾的李妙珍 他漂亮的瓜子脸 肃然一片 寒冷浮动他的马尾 竟有一种 与世为敌的豪迈感 李妙珍高声说道 尤其将军李妙珍 求见巡抚大人 让他进来 将绿中低沉的声音传出 胡奔尉们让开道路 李妙珍微微汗手 跨步进了驿站的院子 走了几步回头说道 磨蹭什么 跟上呀 几秒后 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 不情不愿地走过来扭扭捏捏 主人呀 这里都是讨人宴的武夫 气血太旺了 烫得人家浑身疼 苏苏在军营里时 基本缩在李妙珍的军帐里 极少外出 军营倒还好 驿站对他来说 简直是火山一般 四平五夫的气血 过于旺盛 让鬼物难以承受 李妙珍抽出一张符路 屈指一弹 贴在缩缩胸口 他顿时开心地 进了院子 蹦蹦跳跳 不怕气血烫人了 主人我跟你说呀 这里有两个打羹人 可迷恋我啦 他叽叽喳喳地说着 穿过院子 来到大厅 李妙珍见到了张巡甫 以及江绿忠和许清安三人 其余打羹人不在大厅 李妙珍身姿鼻挺地 站在厅中抱拳 巡甫大人 你们接拿指挥室杨川南 可有证据 你说的是这个吗 江绿忠手里握着帐簿 扬了扬 证据确凿 张巡甫态度温和微笑道 李妙珍一下子看向许清安 神色复杂 求证道 你干的 包括江绿忠在内 其余人外出视察民情 根本没时间查案 除了许清安 他想不出还有谁 这和李妙珍想的不一样 他是来试探情况的 如果张巡甫是暴力缉拿 没有证据 他就打算联合军队施压 要求巡甫释放杨川南 可如果对方真的有证据 那要救出杨川南 就困难重重 我没干 许清安 许清安摇头否认 接着补充 不过 是我找到的 果然 所谓的证据 是许清安找出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李妙珍对这个结果 并不算意外 只是冷冷的 斜了眼身侧的女鬼苏苏 苏苏假装没看见 专心致志的玩着 自己的一一缕鬓发 女鬼同志也很困惑 他保证自己没头揽 但是呢 事实摆在眼前 这个小铜锣 在他眼皮子底下 把证据拿到手了 李妙珍深吸了一口气 巡甫大人 此案是有引擎的 张巡甫摆摆手打断了他 不嫌不淡的语气说道 李将军 你只是尤其将军 且不是朝廷中人 无权插手朝廷的事 本官念你交匪有功 敬佩你的行为 才让你进驿站的 许清安用力咳嗽一声 吸引了在场三人的注意 巡甫大人 不妨听他怎么说 他认为二号支持杨传南 可能有个人情感因素 但他不是盲目无知的人 所以想听听他的说法 张巡甫 与江绿忠相识一眼 可 李妙珍朝许清安汗手 沉吟了几秒 我与杨传南相识一年多 联手剿匪数次 交情极好 但我并非黑白不明之人 也懂得人心的险恶和善变 我相信杨传南 不仅是源于彼此的相处 并肩作战 我从秘密渠道得知 朝廷派遣巡甫 赴云州调查杨传南后 便在他身边安排了鬼物监视 而那时的杨传南 并没有收到祈祷的密信 听到鬼物监视时 江绿忠挑了挑眉 你是怎么知道 本官要来云州调查杨传南的 张巡甫目光锐利地盯着他 许其安惭愧地想 报告巡甫大人 我们中也出了一个叛徒 就是安 地书碎片千里传书 几乎没有延迟 李妙珍比杨传南 更早知道此事合情合理 三号的话他有听进去 并做了监视 李妙珍直言不讳 这是我的秘密 杨传南是无品无辙 你的鬼物监视 恐怕瞒不过他吧 许其安心虚地插开话题 同时感慨着想 事情的发展 终于与我预料的一样了 他提前将此事告知二号 就是想让二号配合他们调查 尽管二号和杨传南的关系 超乎他的预料 但结果还不差 知道又如何 只要他始终在鬼物的视线之内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徐清安赞同的点头 就好比前世 人们都能发现路边的摄像头 在监视着他们 偏偏又没有办法 除非拿石头砸掉 杨传南要是拿石头砸掉监控 那李妙珍就不会这么力挺他了 那杨传南有妻子吗 鬼物几乎是月片无数啊 幸好神书大师在沉睡 不然我也成了国产区的视频男主角 想到这里 徐清安心里顿时复杂起来 就这 江吕忠追问 我是天宗门人 李妙珍一字一句说道 我能看穿杨传南的本质 这有什么意思 徐清安发现 江吕忠陷入沉思 并皱进了眉头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